控热高温到游泳池细水最能消暑 尤其暑假期间 游泳池更是吸引孩子的最佳去处 不少家长都会陪同一旁看顾 因为游泳池也有贴出告示提醒 不过内浦游泳池最近就发生 有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之后 就丢下孩子离开去办事 家长就是丢着小朋友就离开游泳池 就是他可能要去附近办事情 他说很快回来 但是他小朋友也是丢了二十几分钟 还没回来 救生员相当傻眼也事前提醒 家长不在身边严禁小孩下水 以确保安全 但还是有家长不理会 依旧把泳池当拖索 孩子一丢就走人 这样的情形还连续发生好几例 有小朋友一个六岁 然后一个是八岁 两个都是妹妹 八岁的妹妹带着六岁的妹妹 就是也是来游泳池 家长就是也是丢了游泳池 就是离开游泳池这样 那我觉得这种情形是非常危险 救生员苦口婆心劝道 但还是有家长冲而不闻 气得救生员在脸书社团发文 拜托家长别把他们当成保姆 像真的发生什么意外 我们救生员一次要雇 大概好几十个小朋友 不可能每一个都百分之百 完全完全雇到 救生员感到无奈 不少家长听到也觉得夸张 只说根本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大人怎么可以就是 就是不顾小孩的安危啊 这样子 对啊 而且这种行为就是 就是很不负责任啊 这样是危险的哦 真的 一定要家长 这边也有规定嘛 没有十岁以下 家长没在这里就不行 让它下手 游泳池里有使用规定 大大的告示排泄的相当清楚 提醒民众千万要遵守 才能达到安全细水 消暑运动的目的 评论新闻猜体款卫德卫 财凤报导 消暑运动的目的